未在台北外双系的故宫博物院 过去为了保护古物 从来不曾答应让商业电影入宫取景拍摄 不过现在故宫也看重影视行销的力量 颁布了新的办法 广内外电影只要一个月前提出申请 经过审查之后 故宫的国宝文物通通都可以入境 电影达文西密码 故事的镜头一开始就是法国著名的罗浮宫 剧情和画面都很吸引人 现在从来没有开放让电影戏剧拍片的故宫博物院 也决定要让有名的翠玉白菜 肉行石入境 欢迎国内外电影到故宫内部取景 顺便行销故宫之美 只要前一个月提出申请 审查过后就能到故宫里面拍片 故宫的文物通通可以在电影里面出现 收费方面依播出长度为主 每秒100到1000块来计算 台北市电影委员会也乐观其成 认为不论是对电影或是对故宫本身 都有正面提升的效果 电影委员会也强调 除了可以带来观光人潮和商机 因为故宫文物本身就很有故事性 一旦开放也能让国内外电影编剧 创造出更多和故宫相关的作品 对故宫的行销也很有帮助 谢谢小朋友组台北报道